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坐在 今天不是坐在 我前面的人 就受益 为什么 对我没有信心 坐在前面 跟没有 是没什么两样的 将来制造成VCD 把它寄到俄罗斯 俄罗斯 靠近边界 离我几万公里的地方 他有一年看到VCD 恭敬的看 披加沙 出家人披加沙 在家机市 听经看着VCD看电视 恭恭敬敬的看 合掌 做笔记 有的人跪着听 我说 他 李师傅最近 远近 不在下 在先 无心 对面不相逢 有心 千万里外 也受益 所以 诸位 不是围绕在我 视周围的人 一定得到最大的法益 是以知诚恳切 对师父自己的上师 有信心的人 这个人 最受益 他得到的力量 最大 有的人 一打电话来 用跪着 在电话机旁边 用跪着 请法 我在电话中 跟他开始 他用跪着 跟师父请法 我说 这个人 最受益 不是 诸位 今天里面 坐在我的前面的人 最受益 佛法 是讲心法的东西 佛法 不是表象的东西 佛法 是用 自信 清静觉悟的心 在用功的 因此 我们要受益 要知诚恳切 诸位 今天我们如果 还没有大策大悟 可是对上师 对自己的师父 有信心 不怀疑 知诚恳切 就算他没有大策大悟 就接近第一异地 所以法无师 我就很赞叹 他跟师父讲话 都是用鬼的 倒不是说 他向我 讲话 连我在 吃饭 法卫师跟我讲话 都是用鬼的 我不是高兴他 跟我下队 讲话 而是说 这个孩子 能降服自我 真不简单 真的很不简单 我赞叹 我赞叹法卫师 你们这女众 不要太靠近 知道就好了 有天到 完事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嘟嘟 好就好 就是那一支果的名字 叫做嘟嘟好就好 刚刚好就好 我赞叹我们这个当下 在我敬仰的期间 他从来就没有怨恨 没有悔恨 没有牢骚 没有抱怨 他自始至终 对师父就是不恶心 我们非常赞叹 这么虔诚的恭敬 对他本身受用